這邊有一個模型的網格線 那這個網格線,因為我現在 現在還不會直接畫,因為畢竟不是我們自己拆的 所以我們先把 它原來已經做好的這個 彩色圖,先把它放進來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放進來 然後呢 先放好 那正常不會有這個程序的 只是因為現在我們有參考圖可以用 好,現在重點就是這個背景圖 這個網格 你要去 我只要留下格子,我不要黑色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複製一個圖層出來 根據複製這個圖層 把 黑色選起來 黑色選起來不就Delete 刪掉就好 那刪掉不就是留下沒有黑色的地方 留下這些白色跟綠色的線 那白色跟綠色的線怎麼樣變成其他顏色 就是按Ctrl再點一下它 這樣子就變成選舉區了 變成選舉區你就可以用 填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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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半我都是按Auto Delete 跟Ctrl Delete 一個就是到前景色 一個到背景色 那你直接按Auto Delete 倒下去 我就把 剛剛的選舉區全部都填成黑色了 那因為我 我現在這個網格我是故意算大一點 所以說這個細 這個很細 好 那也許在製作上比較不方便 那也沒關係 還有一個方法 你一樣按Ctrl點它 這是它現在的範圍 那之前我們講過 其實我的選舉區 可以擴張的 你將選舉區擴張 假設一個Pixel 是全部都大一點點 大一點點你再倒 一樣倒黑色 Auto Delete 倒下去 那這個線式就比較粗一點了 對吧 因為我預設的太細 那你就做粗粗一點 然後把它拿到上面來 這樣子應該就更清楚了 那要不要倒黑色隨便講 你開心倒什麼顏色 倒什麼顏色 只是說 這樣比較粗一點 比較清楚一點點而已 那來各位做一下